HELLO,大家好,我是順電吧 今天想要跟大家來聊 另外一檔的定存股 3388的重月店 不過這間公司 不要跟另外一間公司 重月5434搞混了 重月這檔股票的話 一直以來都是我長期的投資標的 我之後再來找機會跟大家聊 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一起來 多認識一下 3388的重月店 我們先來看一下 重月店這一檔股票的 10年股價的趨勢 我們來看幾次波段的低點和高點 大概是在什麼樣的位置 2012年的11月有一個低點 大概是在58塊左右 那在2014年的3月 有一個高點突破80塊 那在2016年的7月 又跌到一個低點 大概是在56塊的一個位置 然後到2018年的5月 有一個最高點84塊 那在2021年疫情股災 現在有跌到最低點51塊7 那隨後反彈回來 目前的股價大概是在75塊左右 算是一個相對高檔的一個位置 我們來看一下它歷年的損益表 首先看營收的部分 你會發現從2013年到現在 營收的穩定度算是蠻高的 剛才有看到2016年到2018年之間 它其實是有一個營收的成長 所以對應在股價的部分的話 也是在2016年到2018年 股價持續的上漲 然後在19年跟20年的話 稍微有一個營收的衰退 目前在2021年的話 營收又回到一個高檔的位置 所以對應到它股價 目前的狀況的話 也是在現在處在一個比較高檔的位置 所以我們看一下它歷年 每股營運的部分 先前最低的話 大概是在2016年的話 EPS是4.68塊 那2018年的EPS最高到7.41塊 那去年2020年的EPS大概是5.32塊 2021年的前兩季 因為它的EPS已經有到3.88塊 所以整個EPS在2021年預期 可能會有達到2018年的一個高峰的位置 所以現在股價是相對在比較高檔的一個位置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股力的政策的部分的話 2013年14年15年都有5塊的現金股力 那16年跟17年的話是4塊 18年之後是4.6塊 5.1塊 3.6塊 今年配發的股力是4.3塊 所以目前的殖利率大概是在5.8%左右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獲利能力 它的毛利率相對也是蠻穩定的 那一樣是在2018年一個高峰 19年跟20年有一個帥退 不過以季報來看的話 目前2021年的毛利率 第一季跟第二季有回到大概18年的一個水準 那以先前我們定存股的條件的話 ROE年報最低的話 大概有在10%左右 那高於我們之前設定的一個標準8% 再來負債比例的話 相對來講它的負債比也是非常的低 不到30% 所以我們之前定存股的設定60%以下 它的負債比例也是非常的低 那在公司產品的部分的話 我們看公司的網站 它產品介紹的部分 它有分營業1部、2部、3部跟4部 它的產品類別也是非常的多 那我們直接從這個報導來上面來唸給大家聽好了 從業店它主要是專業電子化學材料代理商 主要代理的是日本性樂化學的系列光材料 如矽油、變性矽油、消泡劑、離型劑、塗料添加劑等 應用廣泛涵的電子產品到民生用品 那目前的產品結構 消費性電子約佔30%出頭 其他主要是非消費性電子產品 像是工業領域的應用的材料 那從業店未來產品耕耘主力放在 汽車、醫療、化妝品、運動休閒 和消費性電子等 附加價值比較高的領域 那地區別營收結構來看的話 中國佔了60%,台灣35%、東南亞5% 不過也因為它的產品的結構非常的廣泛 它並不是靠一個特定的主力產品 或者是特定的主要客戶來貢獻它主要的營收 所以在這樣分散的情況下 它的營運相對 因為這些產品的分散性 反而讓它的營運狀況 相對的是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 OK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從業店目前是不是可以投資的一個合理價位 目前的股價大約是74.5塊 獲利能力的話 2021年的第一季和第二季 算是一個獲利能力的高峰 我們現在第三季還是有可能持續的成長 但是目前大概就是在股價一個高檔的位置 從過去的經驗你可以看到 2018年的第三季 是它之前的獲利高檔的一個位置 但是它的股價高峰是在第二季就結束了 也就是說市場上面可能已經事先的預期 在第三季之後可能會有一個獲利能力的一個衰退 所以提早已經在股價做反應 因為之前的經驗來看 它的獲利能力在每一年大概可能都是第三季 是它獲利能力的高峰 所以今年2021年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在第三季 有一個獲利能力的高峰 但是股價卻是在第二季就已經提前到達了一個 股價高點這是要注意的 現在這個時間點這個股價如果要去投資的話 可能不是一個定存股進場的一個買進時機 但是如果你現在要買進的話 就是看它第三季第四季是不是有持續成長的一個力道 能夠去拉抬短期的股價得到一個價差的獲利 這個時候我可能會去關注一下市場上面的籌碼的狀況 第一個部分的話近期是有看到外資的部分有做買入的動作 拉高持股的比例 不過價格上面的話還是要注意一下主力 你會發現確實在2018年的股價高峰之後 你會看到明顯的就是 主力有在出貨 從2021年的5月開始也是主力賣潮的情況 但是這個也不見得就是說 它一定會造成股價會持續的向下 這邊來看的話你可以看到 在下跌的過程當中 你會看到有主力的賣潮 但是主力的賣潮不見得一定是完全都是造成下跌 也有上漲的波段 所以這邊的話 另外再來去看一下本土的自營商 所以這邊你也可以看到 之前就是自營商的賣潮 可能是一個下跌的訊號 但是在這邊的話 目前還沒有看到很明顯的自營商的賣潮 當然我剛還是講 現在這個時間點 這個價位的買進可能不是一個長期存股的好的買進的價格 最好的買進價格可能是接近60塊左右的存股價格 現在這個時間點如果你買進的話 期望的就是後續在短期內第三季第四季 還有一個成長力道去拉高它的股價去賺取價差 但是這個價差如果有賺到你可能目標價設定在85塊以上 當然這個成長幅度必須要建立在 獲利的能力必須要突破前高才有可能去拉抬這個股價 這個價差如果有賺到之後建議還是等後續如果拉回到65塊以下 甚至接近60塊來做買入存股的動作 從業電這間公司 獲利能力是相當的穩定的 殖利率也是非常的穩定 建議要投資這間公司的話 就是耐心的等待便宜價位的出現 然後存入之後做長期的投資 持續的賺取它的股利 那如果要做波段價差的話 就是盡量是在65塊以下做買入 80塊以上再來做賣出 不過這裡還是強調一件事情 然後必須要有很有耐心的去等待這個時間 因為它的價差波段可能也都是要等一年兩年的時間才會出現這個價差波段 那當中你可以去賺取這個股利 OK那今天從業電的分享到這裡 喜歡按讚好看分享 其他項鍵記得要訂閱開啟小鈴鐺 讓你第10天不錯過生意把支持分享 掰掰